原來狗會有半個瘋喔 有個老天爺啊 有啦 明明就當下要求過啦 新黨發言人游志斌當街和民眾對嗆 現場氣氛情緒高漲 民眾不斷叫囂抗議 甚至一群人直接包圍車輛 經過警方勸阻才暫時結束衝突 但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條道路就是國民黨立委 許巧新他家樓下 在五月十八號這一天 網紅四叉貓申請了路權 開放民眾都來逛大街 原來就是因為近日 許巧新飽受不少爭議 有民眾只是隨意路過許巧新 他家裡樓下 沒想到他就警報大響 直接以跟騷法對網友提告 但這讓網紅四叉貓認為太過雙標 直接申請路權 原本只是要來開直播拍攝 沒想到意外聚集了很多反許巧新的民眾 甚至特意做了標語表達抗議 他只喜歡講 他喜歡講的給他的知識者聽 大家對他的一些外號意見 想要表達的 我們把它做成衣服這樣 被許巧新就是拍照好好公審 我覺得說這種行為是非常不可選 如果說路過都要被盤查 那我就是合法申請路權 而許巧新也不甘示弱 使出和平反制 在家中窗戶掛上大大的國旗 旁邊還架著一隻手機 在YT上直播現場狀況 不過整個早上 許巧新本人是沒有現身 而是擦貓會在現場 一路待到傍晚六七點左右 只是這一來一往的出招 也讓許巧新的爭議再度受到關注 三十選蔡忠佳 SNQ小組 太平報道 三十這個